谈完了有理函数的不定积分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来谈 纯粹是三角函数的不定积分 可能是只有一个三角函数 或者是两个或者甚至三个以上的三角函数来什么 相乘或者是什么相处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先回忆一下 跟三角函数有关系的这个 基本的不定积分公式 就这六个嘛 那这六个可以用来 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 跟这个什么 纯粹是三角函数的不定积分 有关系的问题吗 当然 当然是不可能 比如说像这个 像这个 那在这里我们就找不到了 是不是 或者是说像这个 second 纯粹只有一个second 这个三角函数不定积分 在这里也找不到 或者是说像这个 或者是像这个 或者是像这个 我们都没有办法直接套进去这个 这个 这个 这边这些 基本的这个什么公式嘛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 哦 那就一定要用这个什么 利用一些这个 积分的这个什么 技巧的嘛 是不是 那我们只学过 我们学过的积分技巧 就这个什么 代换啊 或者是分布法 那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是 就前面谈的那个 针对有理函数的部分 有时候会 利用这个所谓的部分分式的方式 那 这里是不是这样子可以啊 就可以解决呢 没有错 解决的方法 就是这些方法 但是 一定要搭配这个什么呢 三角函数的公式 哦 因为三角函数跟 其他的函数啊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他有很多个这个什么 呃 关系式哦 因为这六个 因为三角函数总共有六个嘛 那这六个函数呢 彼此之间都有一些关系 那这些关系就形成我们所谓的 三角函数的公式哦 是 那 比如说 比如说像千菌 千菌X 他的不定积分呢 我们可以这么做 就是把tangX写成什么 sinX除以cosX 好 那写成这样子 以后有什么用呢 哦 就 接下来就是做代换哦 因为什么呢 因为 sinX 意思呢 意思就是哦 哦 我们把cosX看成u 所以它就变成什么呢 负的u分之一的积分嘛 那就是 可以得到它变成这样子 是不是 u分之一的积分就是u的自然对数嘛 那前面再一个负号 是不是 是 那或者呢 或者可以这样子看哦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技巧 就是 我们把 把原来只有千菌X这个函数 我们把它乘以什么呢 乘以secondX 那无缘无故乘以secondX 好 那这样子有什么用呢 这样子 我们来看看这个 tengenX乘以secondX 刚好是secondX的微分 哦 所以它刚好变成这个形 这样的形式 那这个形式跟上面这个是很类似的 也就是说呢 当我们把 把secondX看成u的时候 这变成u分之一的积分 这个就是做代换的意思嘛 所以它的结果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或者是 例如像这个什么呢 secondX这个函数的不定积分呢 是不是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这也是跟刚刚那个技巧很类似 我们把它什么 把它乘以一个函数 是不是 那这里是乘以什么 乘以secondX再加tengenX 所以你还要除以 除以你所乘的东西嘛 是不是 也就是还要再除以secondX加tengenX 那这样子有什么用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 分子这个时候是不是变成这样 把它乘开 变成 变成secondX的平方 变成secondX的平方 加上什么 secondX乘以什么 tangentX secondX的平方 刚好是tangentX的微分 secondX乘以tangentX 做代换的意思 就是我们把这个看成u的话 那它就会变成u分之一的不定积分 所以结果就u的自然对数加c嘛 这是一个做法 那也可以这样子做 利用这个什么三角函数的关系呢 secondX刚好是cosX的导数嘛 好 那 写成这样子以后 看起来好像是很难再进行下去 不知道怎么办 那这里一个这样子的计较 我们把分子分母同时乘以什么呢 同时乘以cosX 让它变成这个形式 然后再把cos 再把cosX平方 就是分母这一部分 把它 又利用三角函数的公式 把它写成1-sinX的平方 好 那到这里接下来怎么办呢 接下来 cosX就是什么 sinX的微分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的意思就是 我们准备做代换了 就是把这个 把sinX看成u的时候 这里变成1-u平方分之1 那1-u平方分之1 它可以利用这个什么部分分式的方式 拆开变成这两个分式 相加 一个是1-u分之1 一个是1 一个是1加u分之1 一个是1-u分之1 然后再乘以什么 二分之1 也就是说 原来这个分子应该是二分之1 这里也是什么 二分之1 那我们把二分之1 搬到外面去 那到这一步以后 就很清楚了 当我们把这个 把这里看成u的时候 它就变成1加u分之1的积分 加上什么1-u分之1的积分 那两个结果都是自然对数 所以 这是 第二种方式来解决这个不定积分 那例如像 刚刚前面看过这个 有一个 这个 sinX的三次方这个 那这怎么办呢 可以利用三角函数的公式 把它写成这样子 因为天均 天均的平方就等于 就等于second的平方-1 那这里是有三个天均相乘嘛 所以我们拆开写成天均X 然后这里是天均X的平方 那天均X平方写成secondX平方-1 那 这个四肢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它拆开写 就展开 就会变成这样 变成 这里是天均X乘以secondX平方 那后面就一个天均X 是 好 那现在剩下要解决的就这里了 好 因为天均X刚刚我们已经看过了 那天均X乘以secondX平方 我们这个积分呢 这个积分是变成这样子 因为secondX的平方 刚好是天均X的位分 是 所以这样的意思又是做代换的意思嘛 就是把天均X看成U的时候 然后这里变成U的一次方的积分 是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结果变成什么呢 一次的积分变成两次 然后再乘以二分之一嘛 是不是 那后面是这个 刚刚已经说过 天均X的不定积分 前面已经看过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天均X的三次方的不定积分 变成这个样子 或者是 也可以这样子来看 这个技巧在前面已经有使用过了 就是什么 我们把它乘以一个secondX这个函数 那乘以这个secondX接下来有什么用处呢 我们把这个式子 把它拆开写成这样 就变成 这里有三个tangX嘛 那拿出一个跟后面这个搭配 所以就写成这个形式呢 好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里呢 tangX乘以secondX呢 就是什么secondX的微分 是不是 再来呢 顺便也把这个什么tangX的平方 写成secondX的平方减掉E 分母没有动嘛 那这个式子就很明显了 意思就是做代换的意思 就是我们把secondX看成U的时候 是不是 它就会变成U的平方减掉E除以U 是不是 那拆开写的结果就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两次放出一次变成剩下一次嘛 那这里是E除以U嘛 没有动嘛 是不是就U分之一 所以这个式子我们可以 把这个式子已经变成这个什么 基本的不定积分的形式 这是一次方的积分 这是负一次的积分 所以一次的积分就二分之一乘以什么 两次嘛 是不是 那不一次的积分是自然对数嘛 是不是 像这样的三个例子呢 我们看了 都各看了两个这个什么 不同的结法 是不是 那 现在问题的啊 你可能会想说 那我碰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解决呢 是不是 这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固定的方式啊 也可以这样子做 也可以这样子做 那到底什么样子的方式比较好呢 是不是 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些什么呢 看一些有固定的结法的那种类型 那什么样子的类型可以 可以有固定的这个结法呢 这里有三种情况 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什么 第一种是正弦跟这个余弦来相称 是不是 那它可能是超过一次啊 也可能是什么 也可能是负的次数啊 或者是开根号这样的形式 是不是 那 这种类型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种情况来看 第一种情况是 如果这个m是什么 m是基数的话 那我们就固定这样子做 就是做代换了 就是令u等于cos x 然后要搭配这个公式 那第二种情况是 如果n n是基数的话 那我们就令u等于sine x 然后再搭配这个公式 搭配cos 平方等于什么 1-sine 平方 那第三种情况是 如果很不幸的 两个都是偶数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以反复利用这两个公式 这个是所谓的两倍角公式 sine x 的平方可以写成 2分之1-cos 2x 然后cos x 的平方可以写成什么 2分之1加cos 2x 这是这种类型 我们可以分为这样的三种情况 那他们都可以固定 他们都可以用这个什么 固定的方式来解决 那第二种类型是什么 天均跟2x相乘的时候 天均x跟2x 这两个函数相乘的时候 那当然同样它的次数也一样 可能这个什么 超过1 也可能是负的次数 也可能比如说 也可能比较特殊的开根号的情况 那它一样分成这个什么 三种情况来看 第一种情况 如果n是偶数 这里 这个n是偶数的话 那我们就令什么 u等于天均x 然后搭配这个公式 天均平方等于1加天均的平方 那第二种情况是 如果m跟n都是奇数的话呢 那我们就令u等于secondx 然后搭配这个公式 天均平方等于second平方 减掉e 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呢 m是偶数 然后n是奇数的时候 那这一种情况 比较麻烦 没有办法像这样的代换 我们只能什么呢 反复利用这个什么 分布法来降低这个次数 就是把原来这个次数降低 这是第二种类型 我们可以有这三种情况 然后他们个别有固定的这个做法 那第三种是跟第二种类型 是同样的意思 只是那个函数变成什么 变成这个crotension跟这个什么crotension 所以他的做法就比照这种类型 然后搭配的公式当然要变一下 就是要搭配这个crotension的平方等于1加crotension的平方 或者是反过来是crotension的平方等于什么crotension的平方 减掉e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几个例题 首先例题1 sinx的三四方除以cosx 那这怎么解决 我们注意到这里 这里是奇数 所以是 sin的次数是奇数 所以我们就拎什么呢 就拎这个什么 拎这个u等于cosx 但是这里 所以我们不再写那个令u等于cosx 然后du等于什么那样的动作 我们用拼凑的方式来表达 所以首先第一个动作 你把原来这个被低分函数把它拆开写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 就是这里有三个sin箱子 所以我们拿一个 拿出一个要跟后面的dx搭配 那意思就是我们要把它写成这样子 就是sinx的微分 sinx就是负的cosx的微分 然后再把sin平方写成1-cos平方 那分母没有动 好,那这个式子就进一步写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 1除以cosx就是这个 那cos平方除以cosx就是cosx 是不是 那本来是 本来是1除以cosx 减掉这个cosx平方 减掉cosx平方除以cosx 但是因为这里有一个负号 所以刚好两个颠倒过来 好,那到这里以后就很明显了 这个是u的话 那这里就是u的一次 这就u分之1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积分结果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一次的积分变两次 前面乘以1分之2 那u分之1就负一次的积分变成这个自然对数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然后两个相减嘛 就是加c 这个就是我们所要的结果 例题二 cosx的四次方 来看它的不定积分 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它的次数是偶数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我们 就是只能利用这个什么的 我们就利用两倍假的那个公式嘛 是不是 这是第三种情况 那也就是我们要利用这个结果 这是等于cosx的平方 是不是 所以平方在平方就变成四字嘛 是不是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能做的就是把这个平方把它乘开 是不是 那分母有2嘛 所以2的平方是4嘛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分母搬到最前面去 然后就变成有一个四分之一 来乘以里面这一部分 是不是 这一部分就是分子的展开嘛 是不是 这变成 哦 A加B的完全平方嘛 所以这是A平方加2AB加B平方 再来呢 接下来 这两个没有问题的 这个呢 这个又要再一次利用两倍假共识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又变成2分之1加cos 那原来是角度是2x嘛 所以变两倍变成4x 是不是 到这里以后 它已经都变成基本的不定积分的形式了 是 这里有两个数字 我们要把它 它合并了 一个是1 一个是2分之1 那第二个是1跟2分之1 合并起来就2分之3 那第二个是2乘以cos2x 第三个是2分之1乘以cos4x 所以它的积分都可以做出来 那结果就变成 2分之3的积分就2分之3乘以x嘛 第二个呢 第二个cos2x的积分呢 就是等于2分之1sine2x 那再乘以2 所以结果就sine2x 第三个这里 2分之cos4x呢 那cos4x的积分是4分之1sine4x 那再乘以2分之1 所以变成1八分之1喔 那整个再乘以4分之1 那加c 那如果我们把4分之1乘进去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子的答案喔 例题3呢 second x的四次方 除以天群x的四次 天群x的三次方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second x的次数是偶数 所以就是要令这个什么 令u等于天群x 所以我们把原来这个不定积分的形式 先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动作就是我们准备利用什么呢 利用代换嘛 就是 u的微分是 天群x的微分是等于second x的平方 所以我们把一个second x的平方 跟dx搭配 就可以写成这个天群x的微分 那剩下的 剩下就会变成什么呢 second x的平方除以天群x的三次方 然后把second x的平方写成天群x加上什么 1 是不是 所以得到这样的形式呢 再来 这个式子可以拆开写成这样子 两次除以三次变成什么呢 变成负一次嘛 是 那这里是1除以三次 所以是负三次 是 好 那到这里以后 它已经变成一个基本的形式了 就是 这个是 把这个看成u的话 这变成负一次 这个是变成负三次的积分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变成这个样子 负一次的积分就自然对数嘛 负三次的积分呢 就是 负二次 是不是 然后前面还要再除以负二 所以变成写成这个形式 那加c 是 例题是呢 second x 的三次方的不定积分 是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second 的次数是积数 但是没有看到天群 是 如果天群的次数也是积数的话 那这是 利用带弯可以解决的 但是很不幸的 这里没有看到天群 是不是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应该把千群的次数想成零次 那零是偶数啊 所以只有怎么 这里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就是什么呢 我们要利用这个什么 分步法 那 这个不定积分 怎么拆开成两部分呢 是不是 它拆开的结果是变成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拆开的结果是这样子呢 就是我们把second x 的三次方写成second 拆开成second x 然后再second x 的两次 那两次拿来做积分 因为它是基本的公式 那second x 的微分是变成second x 乘以什么 tang x 所以它是不是就分成 第一部分是second x 乘以什么 tang x 第二部分是这两个相成的不定积分 那这两个相成是不是second x 乘以tang x 的平方 是不是 那接下来 接下来要搭配公式 就是把这个tang x 的平方 把它写成什么呢 second x 的平方 我们减掉1 那再来就是 把这个乘开 是不是 这里乘进来变成second x 的三次方 乘进来这里变成second x 那是两个相减嘛 那因为前面有一个符号 所以我们拆开写的话 就变成减掉second x 三次方的不定积分 再加上什么 second x 的不定积分 是 好,那到这里以后 我们是不是得到一个什么呢 得到一个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里面的位置数 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不定积分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 所以这个式子可以进一步改写成什么样子 我们这一项嘛 是不是 一项那会变成两倍 是不是 那两倍的话 又把二除 又两边同时除以二的话 就会得到这个结果 是不是 这里一项过去的话 移到左边来 就是剩下这一个跟这一个嘛 那再除以二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呢 可以得到我们所要的积分 变成这两个相加 是不是 那second x 的不定积分 我们前面已经有看过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那个结果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除了前面介绍那几种情形以外呢 针对这个 纯粹是三角函数的不定积分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 这是怎么样的特殊 它是像这样的形式 当然也是两个三角 还是两个三角函数相乘 这两个三角函数都是正弦 或者是都是余弦 或者是一个是正弦 一个是余弦 但是呢 角度不一样 比如说一个角度是A乘以X的话 另外一个角度会是A乘以什么 B乘以X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样的不定积分要怎么解决呢 这样子的不定积分 我们一般最常想到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利用什么呢 利用这些公式 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三角函数的公式 而且这样的公式呢 一般 一般有时候都不太容易记住 是不是 因为它有时候又是 有时候是相加 有时候又是相减 然后又是sine 又是cosine 是不是 然后这里面的 又是角度又是相交 又是相减 是不是 这是高中数学里面 一个 一种比较不常这个什么 大家比较不熟悉的这个什么呢 三角函数的公式 这样的公式 有一个名称叫做什么 激化核叉 激就是相成的意思 那可以改写成什么 相架 是不是 那利用这样子的 利用这几个公式呢 是可以来解决这样子的不定积分 但是问题就是刚刚提过 如果我们这几个公式不常用的话 那就不熟悉 那可能就会怎么样 记不住啊 是不是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容易记住的方法呢 有 我们可以利用分布法 那 那 这要怎么去 利用分布法呢 这当然需要有一点技巧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 sine x sine x 乘以cosine bx 不定积分 它刚好可以分成这三部分 为什么是分成这三部分呢 我们来看看 看 sine x 拿来做微分 cosine bx 拿来做积分 当然两个要叼换也可以 那这里的 微分一致的结果变成这样子 A乘以cosine x 那 这里做积分一致的结果呢 cosine x 变成si 那因为里面变数是b乘以x 所以前面要再乘以b分之1 那到这里以后 原来的积分是分成这两部分嘛 这是第一部分 然后剪掉这第二部分 但是事实上如果到这里呢 对解决这个不定积分是没有帮助的 因为呢 因为第二部分是变成 变成什么 cosine x 乘以什么 sine bx 所以跟原来的不定积分 是同样的类型啦 是不是 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 代表我们还需要再做一次分布 所以这里我们再做微分呢 那就会变成什么呢 cosine微分变成什么 负sine嘛 那又多出一个a 所以变成a平方 负的a平方 乘以什么sine ax 这里sine的积分是变成负cosine 然后又要多出一个b分之1 所以变成负b平方分之1 a乘以cosine bx 到这里以后 已经可以解决这个什么 我们所要的不定积分 为什么 因为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刚好就是原来的 原来的不定积分的样子 差别在于 还成了这两个数字 是不是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这样子的方程式 是不是 这看成一个方程式 那位置数就是 我们要找的不定积分 是不是 那第一部分是这个形式 减掉第二部分 变成这样子 加上第三部分的不定积分 变成这个形式 是不是 第三部分有乘以这个数字 我们把它搬到前面来 最前面 这个时候 这个 把这个事实看成一个方程式 然后做一下移向 是不是 这里嘛 这里移过来 是不是 哦 或者是说 两边先乘以b平方 然后再把这一部分 移过来 哦 移过来就会变成什么呢 这个 系数的部分就是b平方 减a平方 因为这里有一个a平方 那等于a平 等于b平方 这里有一个b平方 那一过来 是不是 这一边 是不是变成有一个b平方 减掉a平方 然后乘以这个不定积分嘛 是不是 哦 那 那 右边就变成这个式子 当然有加一个这个什么 常数嘛 那个常数我们印堂起来没有写嘛 是不是 那 不管怎么表达 就是最后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形式 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是不是 是不是 这里这个b平方 这里有乘一个系 数字是b平方减a平方 所以我们两边同时除以b平方减a平方 那就得到这个结果 对 就变成这样 这是一个什么 就是利用分布法来解决一些 像这样的 这个不定积分 那这个做法是 是固定的 就是 不管是sine乘以cos 或者是sine乘以sine 或者是cos乘以cos 都可以像这样的方式 把它分成三部分 然后会得到一个方程式 是不是 那 这个方程式里面的位置数 就是我们所要的这个什么 不定积分 是不是 那像这样的方式会比 你 虽然这个 虽然看起来比前面的 那个直接套进去那个什么 激化和它的公式要 要这个啰嗦一点 但是呢 但是它是 是一种 不会忘记的一种解法 因为这个是固定的做法 因为我们只要记住它是利用分布法 那分布法我们已经 在前面已经做过很多 练习的很多是很 一般的 一般大部分人都会这个 不会忘记 都会这个什么 对这样的方法 都比较容易上手 是 这是我们介绍这个什么 跟三角 纯粹是三角函数有关系的这个 这个不定积分嘛 那我们可以看到 比前面那样 比前面那些不定积分的问题要 要啰嗦一点 那因为 毕竟就是原因就在于这个 三角函数有六个 而且它们彼此之间有牵扯到 牵扯到关系 所以变化会比较多一点 这是 这是理所当然的